说到新赛季这个治疗效果啊 说实话 勇业也就涂一乐 真正的移动潜水还是要看扁鹊 大家好 我是老猪 这一局的装备和迷闻会在视频最后 这一局我放有叫罗菜文机 所以敌方也是掏出了一个盾山 想打一个阵容上的克制 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什么用 因为扁鹊那个一技能他不算弹道 那么当盾山开盾的时候 他开一技能那么一速很慢 他开大招那么原地不动 只要咱们一技能往他脚下一甩 这个盾山他要么就跑 要么就硬扛 好的换的不用说 盾山要是硬扛的话 等度点完五层 咱们大招一跟上 盾山哪怕是不死也要脱身皮 那么你看这样一来 盾山这个盾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里河道附近爆发一波遭遇战 游戏前期打架什么的 扁鹊最喜欢了 根本就不怕你打就怕你不打 这个悬测花里胡哨 当时五层被动叠好之后 这一波他没得救了 也是成功配合队友送兄弟上路 队友玩的很凶 准备顺势再追击一下 但是敌人杰离二弹那么近 这一波就不应该追 应该直接返红 因为前期死亡之后复活的时间太短 也去打太久的话很容易翻车 那咱们稳一手先回中路去清个线 正常来说扁鹊对线宛儿是不用怕的 只要不是被宛儿技能权重 叠满五层被动之后大招回个血 上关宛儿不太可能单杀你 但是这一把对面是铁的先要针对我 一直在中路跟我搞事情 这种情况的话队友不来我很难受 而队友来的话会蹭我的兵线 就会让我更难受 理论上来说我方有家罗不应该针对我呀 这里中路再一次搞事情 对面的人比较多咱们边打边撤 先用一技能给对面上个被动 差不多三四层的时候就可以刷个大 没有必要飞去等五层啊 法师就是这样 技能早用早cd 你放两个半大跟你放一个满大 很明显是两个大伤害更高 这里往前面压一下 帮队友分担一些伤害 顺便给亚瑟上一些被动 扁鹊这个英雄呢没有斩杀现一说 不要去看敌方英雄有多少血 你只要看一下敌方头上那个数字是几 像这里这个亚瑟挂了四层被动之后居然赶回头 那就不好意思配合队友送兄弟上路 这里说一下 扁鹊这个英雄呢打得越久伤害越高 同时给队友治疗也就越多 所以玩扁鹊千万不要去忙 你一定要活着才会有伤害才会有作用 这里对面要来中路针对我 盾山这个二伤失误 但是看得出来对面这几个人呢 亡我之心不死 那这个时候不要上头 打让一手 打出了一些伤害之后咱们直接撤 等队友支援到位之后咱们再一曲前耻 这里我放韩信走位失误 支援是已经来不及的 但加罗依然是往也去看了一眼 此时他这个位置很危险 赶紧开一手一技能封一下对面走位 配合队友打出第一波伤害 盾山虽然及时开出了护盾 但是这个盾防得了弹道防不了毒 成功的配合队友送兄弟上路 这一局对面这个敌人节制裁做的很早 虽然说是针对了我和蔡文基 但实际上这也会让他自己没有什么伤害 像这里他草丛动我一波 给我刮上破甲效果之后 A我一下才去了300多的血 这么点伤害跟刮杀一样 所以扁鹊这个英雄你选出来 先不要管你自己玩的好不好 总之第一点托慢敌方节奏 光是这一点你就很容易做到 当然了要是真的玩不好那还是不要选 赛季出之所以上份难 很大程度上是还没适应赛季 然后就想着去尝试各种套路 结果玩不好不习惯 就成了练英雄了 一个队伍里面一个两个还好 所以怕队友盲目跟风 看你边路带个惩戒出个新打野刀 看射手和中路也想这么玩 结果一个队伍里面出的三个打野刀 新打野刀那个被动啊只对一个人生效 而打野刀那个被动触发不了 打团的时候相当于少了一个召唤师技能 那团战你告诉我怎么打 你说这个情况你上份难不难 不了解不适应就不要跟风 那么言归正传 打对手的扁鹊小恶心 奶队友的扁鹊大恶心 而一边奶队友一边打伤害的扁鹊 那就是一个字 恶心到家了 这个技巧很简单 一技能甩给对面 二技能找好角度甩给队友 能打到对手是最好 打不到的话问题也不大 反正伤害和治疗你总得站一样 而扁鹊的伤害其实不好打出来 因为手比较短技能也不灵活 所以老猪我更倾向于奶队友 名文是贪男心眼和梦眼 装备是抵抗鞋 持之欲言 帽子法山杖 前者之书以及复活奖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老猪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